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E 我想還有些時間, 15分鐘可以給大家時間去關閉 多謝張教授給演講既有哲學 亦有藝術 下一次大家記住,2月24日星期五,地點是利王堯壁樓,不是這裏,如果不屬中大環境的朋友,就是火車站出來的那邊去,民主廣場那邊去。 當然最後就是大家有問題,有交流的,請歡迎把握時間。 十五分鐘。 張教授,可以講講一些攻略嗎? 我去年去了米蘭果墳場,我們走了四個小時,拍到… 是米蘭果墳場,拍到四個小時,拍到人都累了,又沒有東西吃, 要走出去找東西吃,但下午已經沒有人拍,再拍到已經很累了, 又不知你去的時候是怎樣去飯,和怎樣安排時間,和之前有什麼準備功夫? 第一樣,你去墳場裏面,是你和家小去,還是一個人單身去,和家小去,和老婆女去就麻煩了, 因為他們決定墳場,當然是名店街先,可能四個小時都沒有, 如果真的要去的話,你要記住,如果真的要去墳場的話, 其實都可能要單人批慢。 我對不起,因為你是一個這樣的,真的要毀著像裡面去想去看, 因為我不能夠強迫我們陪伴我們旅行的人同樣看這件事。 其實那次我2003年的時候,都很grateful, 因為那次我和大太和女兒去,他們兩個在車裡等我,都給我機會走兩三小時。 之後呢,其實是98年的時候,我一個人去,就可以真的去一兩天。 你記得那裡很大,你從四小時走到很少部分。 你覺得是,如果你真的每一個都說了,因為那些墓碑, 每一個都是original的,不是一個是重複的,沒有航課的。 那這個真是一個,如果你是最挑剋,譬如說是有興趣的話, 絕對絕對是一個大的寶藏。 那你說安排,當然是,你帶來是午餐的,帶來自己吃的。 你根本是,我記得上次去,因為現在是有大的裝修, 可能附近都有地方吃東西,不過呢,最好是自己帶來吃。 四個小時一定不及,我用了五次。 所以我也不及了,譬如說,我還是說好笑的部分, 因為如果要講到其他不同的像裡面, 還要很多的,不過我只會關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何將我剛才所說的grief,悲哀, 如何表達出來。 這才是重心,因為我不能夠, 譬如說,大家要在google裡面看的那些video, 他經常是一個很遊客式的樣子, 沒有一個是說為何會這樣, 就是怎樣不及待什麼, 只會是少人說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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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想想,香港,於是西家如是, 說是那些地方,地是貴的。 還呀,現在我們去看這個 mining concrete Итак, H safari 去看 Jamaica湖 其實現在 而且加上現在的墳場都是有連繫的去起櫃 但這些墳場很明顯是他們買整個家族 然後可能在墳場裡面那些墓可能是永恆的 所以他們不會一個人種一個 是整個家族 但怎樣起先呢 很明顯是有理由 因為他們的女兒 或者他們的太太 或者他們的丈夫死亡去見一個 然後他們會 他們的墳場在裡面是挺深的 可以進去裡面 還有很多個 還有我想問 這個墳場是很大很大 其實在原底政府 劃分地出來做墳場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已經有一個規劃了一個地區 還是說其實一直延伸下去 就一直有人買個地去起起起 我所知道 這個比較上不容易知道 我所知道在米蘭裡面 應該是1850年時代 他們政府慢慢規劃出來的東西 當然是有一個延伸 就是要請幾個 是一個重要architecture裡面設計 所以它設計是很正式的 就是很明顯 很像城市設計的設計 所以現在呢 我看不到我這樣設計 會有什麼新墳的 可能是原來飽和的 可能是有些新的 沒辦法去 因為後面的這邊 有一陣子坐著 更加會另一種 就是一個家族墓 我們會在那裡 但是有新的呢 我看不到 這個是在 公園100年這邊 完全把和 不好意思,還有一個很快,我想說,有沒有在當地有研究到那些挑剋家,就是這堆挑剋家裡面,其實有沒有一個,照著這麼久的歷史,其實理論上當地的意大利都有人應該去做挑剋家的研究? 有,可惜我看到所有的資料裡面是意大利文,但我不懂得看,但我剛才那本,例如我剛才那本的英文藝術是廣誕,譬如我剛才也看到過,我知道那些畫面裡面,全部有一個sculptor的名字,那些名字本身就是說,意大利是一個一千年的挑剋藝術家的人,你看,Mike Grenzio 整堆人,就是Donatello,全部都為了 都是意大利人,不是法國舞,不是德國舞,但如果比起來,意大利都是盛幾籌,所以說,加上,例如Mike Grenzio都一樣,是跟有錢人的貴族裡面做舞的,不過他們在教堂裡面,但這些人,在當有錢之後,在米蘭中,就是在十九社中期玩有錢的時候,我自己處理我自己的grief,為什麼要給教堂,什麼給教會呢? 為什麼需要第二個,是教會做我的死亡的代言人呢?所以開始拒絕,之後就會有一班人,當然有一班藝術家,藝術家有時候很可悲的,譬如Mike Grenzio都一樣,是靠貴族養起的嘛,他們給一些assignment做的嘛,經常跟著是依屬貴族,才會這樣做的。 你知道,一個石頭皮,做的銅像是極度複雜的過程的嘛,你沒有什麼能力呢?你不是畫畫畫畫畫,只是用筆畫而已。 但他們會說,譬如說,你玩這個就是做石像,意大利最美的就是德亞雲石,就是在Carella,是極貴的東西的。 你比較常作,你想想,是要多少錢才能做到。譬如,給你這個技術,這個藝術去做。 所以在這個裏面,你看到他們會的,一定會有他的縮起的,我講了,在最盛的時候,就會有他的雜誌,有研究,有比賽。 所以他們對這些藝術家裏面有批評的。但因為第一四大院以後,尤其第二四大院以後,我們整體現代人裏面對死亡的觀念變了。 沒有人,絕對很少人,再肯花錢去做這件事。因為我說了,這些像裏面,不僅是要有這個能力,還有這個錢才行。 因為做了一樣的像,已經死了的人,為何還要給他這麼多東西呢?沒有意義的。 現在很多人覺得,火葬,火葬之後,被扔到海,為何需要一個墓來肯定死亡的人呢?不需要。 所以,為何這個現象,為何差不多一百年都不夠現象? 正正就是,在米蘭,在歐洲的這段時期才出現任務。 因為你剛才看,他們的藝術家裏面是否真是,我相信你不是全部靠看那些書的,你自己的麻煩。 多謝,多謝。 當然,我其中有些玩事是其中一個部份,但我不知何時出道,我也有些計劃。 但問題是,我真的懂得不夠。我懂得不夠,最重要是甚麼呢?很簡單的。 譬如說,你們兩個人知道,有時不是吹水的。 譬如意大利裏面,你不懂意大利文是不行的。 如果真的做research 裏面說的時候,我和譬如說, 我們香港有幾個研究墳場的人很精彩,譬如是精神炮卿, 譬如是神父。 他們研究墳場裡面,譬如是丁辛炮卿,是對香港的墳場的歷史很厲害的。 他們在香港墳場裡面,如數加珍說到,整個香港的歷史就是墳場裡面達出來的。 譬如說,你去到波芙林,或者是香港仔裡面, 蔡元培,還有全部,香港的歷史在裡面。 他們關心墳墓是跟歷史,跟文化歷史結束關係。 但我剛才說了,我的興趣不在這裡。 雖然歷史是作為一個背景,但我正在關心著, 人們在藝書怎麼表達對死亡的悲哀、痛苦裡面的東西。 所以才有這件事。 譬如大家如果說,如果不是,還有, 這個只是天主教才有的。 大家明白,所謂的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當然有天主教, 譬如說是馬尼多特之後,所謂的反教裡面。 去到這個所謂偶像崇拜武。 大家想想,當你去梵蒂江, 聖筆大教堂裡面,全部都上來的。 這些全部在基督宗教裡面,其他不同意的。 很多都是偶像。 所以沒有的。 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譬如說天主教的國家裡面, 譬如說在德國南部, 或者譬如說, 我不知道, 我知道聽聞說是南美洲, 譬如說是天主教的地方, 有些不同的表達方式。 或者在米蘭最盛時期, 是出口這些墳墓的。 譬如說,香港有一個, 如果去天主教的墳墓, 有一個很大的, 信望外的很大的象。 意大利的。 還有後來那些小的象, 你看到是Kerrella, 全部都是意大利來的。 他們是出口的。 聽聞那些, 會有一些index, 是你take的。 你買過天市幾大的錢, 就送來了。 當然那些是自貨, 那些是mass production, 但起分在意大利的米蘭裏面, 去自己地方, 當然那些墳墓, 本身來說就是最original。 但是你說要我寫, 我仍然不夠膽, 因為雖然看得多, 但仍然未夠了, 一定在藝術史裏面研究多。 還有譬如說, 真的要去做研究一些畫, 肯定是要, 那些墓的背景是要理解的。 譬如說, 我在藝術裏面說, 當然要看, 兩個人, 等著問, 這些人的關係表態是甚麼呢? 他有甚麼背景, 是深一步研究的。 所以這些就是, 我看了之後, 有一點點的理解, 才和大家分享。 但主要的地方就是, 我講那麼多都是沒用的, 因為這個只能表達到, 可能一百分之一的模擬, 大家要去。 當然, 有幾位朋友都去了, 都會同意我, 其實這個份上是值得的地方。 因為, 最至於, 還在說, 旅遊, 我希望, 旅遊不要忘記, 墳場是很值得的地方, 尤其是, 少少, 就是, 其他地方的挑數, 就不多。 我講說, 即是, 我剛才講的那一套, 不是講大那麼簡單, 而是講藝術, contentration。 如果我覺得, 我講講幾個意大利墳, 譬如, Ganua, Ganua, 比米蘭更大, 但Ganua墳場, Ganua, 會在海邊, 當哥倫布離開, 意大利的環遊世界, 那個就開始。 那些地方, 是一個, 其實在經濟方面, 其實有一段時期很發達, 但是不夠米蘭, 但這個墳場, 海很大, 集合了是普通人和所谓贵族在一起,所以你要去看美的都要走得很厉害,它不是不好,但我觉得如果从一个集中来说,我不觉得是否难有其他地方是否有其他地方。 另一个是在我的准备中讲的,例如Turino,那个坟墙里面有很多漂亮的,但小很多。 例如我现在看一个,我想是那次我和Jennifer一起去,有一个坐着的女人的爱上感,你看到一定都会哭, 他将那种的空虚悲哀,那种的无奈,那种的等待,那种的emptiness,是艺术家都这样表达出来的,很厉害的, 因为是毕斯托菲,我最后给大家讲的是,刚才那本书的最重要的艺术家里的毕斯托菲, 是在那一代最重要的艺术家里的毕斯托菲,在美兰它是小作品,但在Genera和Curino有很多作品, 我这里就跟大家仔细地分析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将死亡, 你可以说是将它成为艺术,将它变成一个美化,就是beauty of death, 你觉得beauty of death,死亡的美,普通人不觉得, 但是因为那时候,它受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十一世纪里面,整个是西方文化的改变, 你知道1865是一本重要的书出现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个应该是很大的,就是当人的,就是人的身份, 譬如说是教会的关题,以及急剧的一种所谓,是城市化,都市化, 官与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慢慢就是说,死亡变成了什么, 是一个personalized,所以叫做世俗化的感觉, 在世俗化的时候,怎么表达自己的哀伤呢? 我们现在就不用理了,我们现在很可惜的, 我们现在是最一个这样的,就是如何去, 以前我爸爸死,我妈死,是什么? 要是要搜赢三七五七七七八日的, 整个project如何将我们的悲哀,哀伤里面照过, 但现在不是的,一天就搞定了,instinct coffee, 即喝即气,没有了的, 因为他死亡那种,是一个现代人里面,是一种不想碰的东西, 最好快快走, 但唯独说,在刚才那边,死亡不是不想碰, 他继续去怀念,所以这些坟墙不是, 比如大家有机会去米兰, 不是诸圣日才去的, 平常有人去的, 所以坟墙本身是一个living妙思人, 因为他有生命,就是人退的, 坟墙不是需要,是什么? 我们香港人,我说了, 如果我们上去和合石, 我们正是清明和从阳, 人山人海,平时, 猫都没有多值得, 别说鬼也见不到, 但很明显没有人去, 但譬如说,我以前都觉得, 和合石是值得去的地方, 和合石的landscape不错的, 和合石那个地方很好看的, 我去过很不少次, 值得去看的。 还有没有人,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要交流, 还有没有攻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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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张教授, 今天这么精彩的seminar, 我呢, 其实都有visit过, 欧洲的坟场, 但是呢, 我focus在那些名人那些, 但今次我觉得, 应该要再多几次去看清楚那些, 其他那些, 不是那么知名的人士的, 那些坟场, 那其实, 我去知名的, 我刚才看到你有个list, 那个是, Cemetery Pass, 法国那个, 那因为Edith Piaf, 和Oscar Wild, 小邦那个, 衣服, 衣服, 那些什么, 叫什么, 衣冠重, 衣冠重那些, 我是focus在那些, 但是呢, 花了一天这么多去看完, 就是尽量去, 然后真的发觉很多很特别, 还有, 去到看, 就是最后Oscar Wild, 那些, 就是去到那些, 很peaceful, 我小时候读书, 我读中学后面, 学校后面那些, 是有一些, 墳墙, 就是潮云山那个, 那我常常吃午餐, 我一个人特地走去那里,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会问生死, 就是那时候, 小时候读书, 都觉得, 就是, 我特地去看, 应该一个这么小的, 已经不在那里, 那样, 所以我对墳墙很有兴趣, 之后呢, 就去了维也纳, 就看, 就是出名的那些, 音乐家那些, 那些, 那些, 墳墙很怪的, 因为太多, 好像你刚才说, 其实墳墙已经起到, 没得, 没得, 是市中心的, 其实附近那些, 好像香港那样, 全部都是high building, 那麽这次我看了, 觉得, 我又是very interesting, 但是, 好像你下次都不是讲, 都不会讲, 那个 past cemetery, 那个都很大的, 你要什么时候再讲呢, 这个, 但问题呢, 我想很多人去墳墙, 譬如说香港, 譬如就Palacesto, 都其实呢, 全部都是一个, 按照所记, 叫名人探訪, 譬如说, 你看Oscar Wild, 譬如说, 有什么就是, Meta Ponte, 沙特等等, 对我来说, 是终于资论家去探, 那这个是一个方式, 但是, 你去到那个墳墙里面, 除了你的名字之外, 你没有去看的, 当然, 你可以说, 这是他墳墙的一种方式, 就是探访一些, 死去的那名人, 但是, 这个呢, 我慢慢觉得, 是不很重要, 所以, 我发觉, 这名人里面, 你去, 因为那名人, 但是, 我觉得, 我不是看艺术, 可以, 我不是看艺术, 就是刚刚我关心那里面, 就是说, 怎样的艺术家里面, 例如, Tiwaka里面, 是想死去, 这个改变, 所以, 很明显, 下面的人死了, 他那个人, 有没有名字, 再不是重要, 但那个艺术品本身, 就可以是永恒的, 所以, 刚才我用了尼采的说话, 就是说, 这个箱子如何将我们的痛苦, 即是说, 这种的喜悦里面, 希望有ethic, 即是说, Eternity, 才可以做到, 就是, art的伟大之处, 就是, 音乐好, 跳画也好, 玩也好, 就是将这种人, 紧张的, 是一个有限性, 变成无限的, 下面的人, 我记得, 我记得, 全部死了几十年, 死了百年, 那位少女里面, 有人尺分她, 都不会再起身, 但是, 她停在这里, 她就让我们后人里面, 看着她, 你的寻思, 去看看, 够了, 比如说, 你去历史人里面来说, 我当然是有另一种的层面里面, 就是跟文化有关系, 比如, 我下历, 我上次, 我上次, 奥斯卡瓦亚的舞, 可能有些特别的, 譬如, 蕭邦摸过去很多次的, 但是蕭邦的舞作为艺术来说, 不像得体, 不像得体, 不像得体的, 不像得体的, 但是这个就是, 我接下来说的演讲里面, 不关心的事情, 我不是不关心历史, 但是历史里面, 很多人做的, 我想不需要的, 比如说香港, 香港有想过, 譬如说, 香港的坟墙去到七八八, 即是, 不论是荃湾, 或是转日山, 全部都去过, 但值得讲的不多, 除了要讲历史之外, 但是, 我想最后有几个, 譬如说香港的坟墓里面, 是有些很独特的, 是自己去, 希望创造的, 有些原创性的, 但是, 以艺术层次来说, 就真的很低, 所以, 说得没什么遗憾, 所以, 香港的坟墙, 是做艺术的座, 就没什么值得讲, 是的, 不是历史, 我想听一下, 因为我在座有个很重要的挑剋家, 朱老师, 看到那些像, 你的感觉如何呢? 可能现在, 中国没有的, 我可以听一下朱老师的一些, 对这些挑剋的感觉, 简直说给大家听, 我们五月份, 就在我们的美玄湖里面, 就有个是, 奴斯江, 我们是老师的像, 也就是朱老师的作品, 大家来到呢, 我们在新那的园岭后面, 唐军黎老师的奖, 也是朱老师的作品, 比如说, 大家去中环的孙中山记忆本里面, 有个少年孙中山, 朱老师的作品, 在我们的, 譬如说, 西环那里的, 是孙中山那个的公园里面, 又是朱老师的作品, 朱老师是很多, 香港里面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挑剋家, 所以今天, 又来, 我是很开心, 因为, 去听一下, 这些可能就说, 他未必看过这些东西, 是吧? 你怎样感觉? 很感动, 很佩服张教授, 在欧洲, 多次的, 到墳墙, 做研究, 我今天来听你说, 我都带了半瓶水的, 就是, 我觉得, 能够, 做这样的, 生与死的研究, 我觉得很值得的, 这个意义很重大, 我自己呢, 没有到过欧洲的墳墙, 我自己到过摩斯科的, 公目, 看过, 因为摩斯科那边的, 公目里面, 很多雕刻, 分很多将军, 入戏, 艺术家, 入戏, 公目, 我记得, 我曾经非常感动的, 一个雕刻, 就是, 雕刻的那个, 天鹅湖的演员, 乌林罗娃, 一个黑色的, 浑石, 一块, 因为乌林罗娃, 白天鹅, 白色的浑石, 本身露背着, 本身露背着, 死, 往黑色里面走, 但是, 背着露到外面, 偷尾过头来, 留念人间, 那种, 相当感动, 我在那个, 她的雕刻面前, 站了很久, 好像你刚才, 有很多雕刻, 都是, 一边, 过着身, 躺在那儿, 一边有个嬰儿, 有个人, 抱着她, 这个生死的转变, 就是奉产的主要的内容, 这件事就是一种轮回, 中国人呢, 不是很说这些东西, 很被忌的, 当墳墙是一个很令人害怕的地方, 除了, 某一个重要时刻, 清明或者某一个时刻, 大家一起涌上去, 平时是真是很少人的, 尤其风风雨雨的时候, 完全没有人的, 那种, 你刚才介绍的那个, 所有的墳墙, 那种观念完全不同, 而现在欧洲那边的墳墙, 其实是一个旅游景点来的, 香港不是的, 香港绝对不是说, 有自由行游墙, 没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我期待了, 你下几次的演讲, 多谢你,